没资源 没人卖 也能把生意做好 做大吗 能 只要选对模式 普通人也可以白手起家 翻身逆袭 一个浙江大学生就是靠着精心设计的商业模式 一家洗鞋店一年时间拿下了两万多会员 净赚两百万 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吗 点在收藏 一起来看看他的神操作 他发现刷鞋洗鞋在学校里是无解的难题 懒得不爱洗 勤快的洗不好 大学成超过十万学生 潜藏着巨大的商机 于是他开了家洗鞋店 一上来就放大招 免费洗鞋 正常洗一双鞋要19元 但只要注册并在社交平台转发洗鞋店的信息 就能免费洗一双鞋 大家纷纷转发 他试试对来洗鞋的学生说 大家都有好多鞋吧 我也是学生 给咱们大学城内的同学一个优惠 只要99块 给你升级成白金会员 一个月一双免费洗一年 平均洗一双鞋不到8块钱 大家一听 便宜的一半还多 不少人就掏钱半卡 一个月下来就有3000多人办了白金会员 3000人到极限了吗 不 还有更高明的模式 发展代理 他对白金会员们说 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的生意 现在我们店里人手不足 大家交200元就可以做兼职代理 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 这200块钱给你换成折扣券 洗鞋享受五折优惠 可以自用 也可以用来拉人 第二 介绍客人每成交一单 给你提成6块钱 年底统一结算 然后业绩最好的10个人 每人1000块奖金 于是陆续有五六百人成为店里的兼职代理 一年的时间 这些代理搞定了大学城和周边小区2万多会员 他也把洗鞋工作外包给洗鞋工厂 轻轻松松一年赚200万 为什么有些人做生意起早贪玩 劳心劳力还赚不到钱 而有的人躺着都能赚大钱 差别就在于商业模式的高下 如果有点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